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讲个例子 咱们很多女士们接到这听歌 对于你们而言 你们更关心的是化妆品的价格 对不对 我可能更关心手机的价格 所以你的物价是跟你的物价完全不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国家的CPI 它大量的是以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的消费的结构为基准 来算出来的CPI 那么中低收入家庭 他们的生活中 食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他应该把食品作为一个传重的统计对象了 对吧 我想说的是 不要被消费物价指数这个东西所迷惑 它是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人群 也不同的物价指数 那不管怎么讲 去年的情况 去年的5.4%的消费物价指数 其中40%到50%的推动力来自于食品 而猪肉一向就带来了去年5.4%这个物价水平中间的五分之一 去年为什么物价高 为什么猪肉高 就是因为去年的农村的养猪户犯了错误 就是去年这个时候 二月底三月初 这个时候很多农民判断说今年完蛋了 今天的猪肉价格会下降 因此提前把一些生猪给卖掉 给屠宰了 这到了去年的六七月份后悔 我看了很多新闻报道 肉类这种加工厂到处收购生猪 找不到 生猪的价格相对于前年涨了60%到70% 本质上的原因就是经营决策错误 这些事要改革 完全可以 不难改革 该怎么弄 你们都搞企业的知道 至少第一件事 应该搞一个全国性的猪肉的期货市场 现在有 但是太少 就是局部性的 在期货市场上当然严加监管 不要要是国分炒作 不许搞高杠杆的炒作 通过期货市场发现的猪肉价格 去告诉这些批发商 未来的价格走势 让批发商跟农民 跟养猪户签合同 让农民在养猪之前 就能够得到一笔钱 能够得到一个合同 知道未来价格是有保障的 这件事太值得做了 否则整个宏观政策 就是围绕着CPI 天天头疼 而CPI 物价指数 又是被一个猪肉价格 找到天翻地覆 今年的猪肉的价格 会往下走 已经开始 已经降了 春节之后 你看这些指标 商务部每十天 发布一次物价的指数 猪肉价格已经降了 所以整个今年 是一个下降趋势 那么整个物价 今年是两头高 中间低 我们的意思是 年头年尾 一月份是春节 所以比较高 到了十二月 靠到年底了 消费加快 也比较高 两头 百分之四 稍微多一点 今年刚宣布的四点五 略微超出我们的预测 略微高一点点 那么中间很低 同比 今年的六七月份 相对于去年六七月份 就百分之二连二的水平 这是整个今年的物价的形势 相对按数字来看 比较平稳的